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氏一族更是出了书法大家严真卿 训国忠臣 严稿卿兄弟 正如明代学者袁中所说 六朝严之推 家法最正 相传最远 由此看来 严氏家族几百年兴盛不衰的奥秘就藏在他们的纯正夹缝之中 心理学家荣格曾言 往外张望的人在做梦 向内审视的人才清醒 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做数不胜数的选择 而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人生路上的关键一步 一旦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便会偏离航道 走上歧途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还不懂得反省 那便会在错误的航道上越走越远 严之推幼时 家中父母管得很严 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父母的督促 纠正下进行 这让他很苦恼 父母去世后 严之推缺了管束 便开始随心所欲 任性而行 此时的他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堕落 只是沉醉在纵情自义的快感中 直到十八九岁 当他遭到别人的白眼与不屑时 才幡然悔悟 真正懂得父母的苦心 他常常后悔叹息道 夜觉小飞 惊悔作失 自怜无救 已经犯下的错误没有及时改正 可能犯下的错误没有提前预防 这简直是无可救药啊 家道中落 受尽白眼 坎坷的人生与残酷的事实告诉严之推 要想自强 必先自省 于是 他开始每日三省无身 不断磨练自己的品性 改正自己的过失 最终成了明文天下的大学者 为严是一族的崛起 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圆绝经》中 有这样一个对话 有一次 文书菩萨问佛 怎样才能找到我们本来的面目 佛告诉文书菩萨说 文书汝当之 一切诸如来 从于本因地皆以智慧教 所谓的智慧觉 便是懂得自我反省 善于通过反省来不断认识最真实的自我 人这一生 便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 只有时常反省 才能认清自己 只有认清自己 才有力量 扛起责任 实现报复 一己为敬 修身正己 获得精神世界的平静与深刻 终会带领我们走向圆满 二 节俭之风 在当代社会 精致似乎成了人人向往的品质生活 但在精致背后 往往隐藏着虚荣和欲望 其实 物质的富足与否 并不是检验生活水平的标准 诸葛亮有言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得 美好充实的生活 往往是简与素的 在言之推生活的南北朝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 人们也纷纷以奢侈为风尚 在当时的南方地区 即使是贫寒人家 都很注重出门时外表的装饰 人们出门时所用的马车和衣服一定要华丽无比 但回到家中却要忍受饥寒交迫之苦 在河北一带 人们的交际活动 大多由妇女出面主持 而这些妇女们却争其斗艳 互相攀比 身穿临摩绸缎 头戴珠宝首饰 吃一顿饭就要花费很多钱 一时之间 奢侈之风席卷大江南北 正如曾国藩所说 无论大家小家 势农工商 勤苦俭约 未有不薪 娇奢倦待 未有不败 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平时习惯了奢侈攀比 将大部分钱花在了这上面 当他们遇到天灾之时 便只能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了 世间的事便是如此奇妙 有的人没有奢侈的资本 却偏偏要去奢侈 有的人拥有奢侈的实力 却偏偏选择了节俭 期末名臣 曾国藩官居一品 位列宰相 却以节俭著称于世 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期间 有一次到扬州试察 扬州的盐商听说他要来 立刻花重金 办大宴来招待他 因为要找盐商筹备军饷 曾国藩不好意思拒绝人家的好意 于是他便拿起筷子 在眼前的一道菜上动了几下 其他菜连动都没动 事后 当随从们询问原因时 曾国藩感慨道 一时千斤 无口不忍识 目不忍睹 原来 曾国藩虽贵为丰江大利 但他平时生活极其简朴 每餐只食一菜一饭 像眼前这样一饭千斤的大宴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吃的 曾国藩不仅自己节俭朴素 还教育家人节俭持家 他规定家里的妇女都要仿布 就算是自己的妻子一品告命夫人也不例外 曾国藩一家能在那个风云涌动的时代中屹立不道 这节俭之风无疑是功不可没的 历览前贤国语家 成由勤俭破游奢 家俭则刑兴 人奢则败 须知 能收获成功 丰富精神的 绝不是外在的滑贵与享受 而是内在的节俭朴素 真正懂得节俭的人 绝不会停留在虚幅的外在滑贵上 他们所追求的往往是内心的朴素淡然 三号学之风 北宋欧阳修有言 立身以力学为先 力学以读书为本 诸多研究证实 一个家庭中父母的阅读水平和频率 会极大影响下一代的阅读学习兴趣 逝者如斯 不舍昼夜 功名富贵 转瞬成空 在这时刻变化的世间 唯一不变的是 知识的力量 《严氏家训》中曾描写了当时人们的学习情况 在南北朝的南朝梁时期 贵族子弟大都不喜欢读书 那时的贵族子弟崇尚未尽一封 他们整日里香草薰衣 面肤脂粉 高车骏马 行指之间 远远望去像神仙一样 等到写文章 用学问之时 去找人代笔 这些不学无术的人 最终会变成真正的蠢才 一旦家族失事 他们便走投无路 在混乱中饱受困苦 甚至死于非命 而在这个时候 那些一心向学的平民百姓 却可以通过教书维持温饱 比起那些不学无术的贵族 不知墙上多少 常言道 机材千万 不如读书 食物会腐烂 喜好会更迭 纸张会泛黄 财富会贬值 而知识永远不会过时 他只会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 历久而弥乡 好家风传承的不是金银财宝 而是通过好学养成的自立能力 孔子年幼时家境贫寒 常常遭到一些贵族子弟的白眼 但他却一直保持着一颗好学之心 少年时进入太庙协助礼仪 他表现出了谦虚好学的态度 几乎每件事都要向相关人员请教 壮年时他更是四处求学 唯恐学之不及 在去京都洛阳的那段时间里 孔子拜访了许多在当时享有盛名的大学者 这其中也包括老子 老子更是教给了孔子为人处事的大道理 去交金之色 立好学之心 文语有言 无常终日不时 终夜不寝 以思 无意 不如学也 孔子的勤学不倦 不仅让自己成为了名要千古的圣人 同时使得孔是一门 传承千年而不衰 学海虽无涯 但每进一步便有一步的快乐 我们只有保持一颗好学之心 才能探知出更多的精彩 传承好学之风 默默累积力量 总有一天 你会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四 止足之风 曾国藩曾说 止足天地宽 贪得宇宙爱 贪婪 是人类痛苦的根源 是失足犯错的诱因 贪婪的心 如同没有边界的沙漠 尽管你疯狂地摄取一切 但只会让自身更加干裂 因此 要想从贪婪的沙漠中解脱出来 我们便需要学会 止足 正所谓知足不辱 止足便是知止而足 便是见好就收 留有余地 言之推曾提出过一个做官中评论 他教导后辈说 我们做官 只做到中品是最好的 在你前面有五十人 在你后面也有五十人 你只要处在这个中间的位置上 就可以避免耻辱 防止灾祸了 如果高过这个官位 便应当此官 安居家中 言之推一生 始终奉行这一法则 他虽然官不大 钱不多 但却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中 得以善终 有人说 简单 再简单一点 就是生活 何以简单 唯有知足 明朝时有个叫做胡九勺的教书先生 他家境贫寒 虽然一念教书 一念努力耕作 但也仅能够维持温饱而已 然而 这种生活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每天黄昏时 他都要到门口焚香 向上天叩拜 感谢上天赐给他的亲福 有一次 妻子笑他说 我们一天三餐都是菜粥 怎么谈得上有亲福呢 胡九勺说 我很庆幸生在太平盛世 没有战争兵货 也没有挨勒受冻 一家人都平平安安地生活着 这难道不是我们的亲福吗 胡九勺的知足精神 无疑让他获得了生活的真正乐趣 菜根谈有言 知足者先进 不知足者繁进 人生如同一座山 上山容易下山难 故而 相比于拼搏奋进 知足而退更加不容易 山顶的日出是荣耀 同时也是诱惑 它能让你光耀千古 同时也能让你跌入深渊 我们如果不懂知足 只顾盲目追求 最终很可能落入庄子所说的困境中 以有限的人生去追寻无限的诱惑 最终欲语寡欢 仪式迷茫 言是家训有言 与善人居 如露之澜之事 久而自方 与恶人居 如露鲍鱼之似 久而自臭 好家风的传承 往往经历几代人的呵护与打磨 家风无形 却渗透到每一个后代的骨血之中 成为家族的纽带 决定着子孙的未来 一个家庭只要家风症 再穷也能发家 愿我们身体力行 传承美好家风 无愧先祖 造福后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